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林 你看看你都迟到多久了 你怎么才来呀 不是 刚从工临上回来 实在抱歉 工临上加班了 出门在外 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我先丢人 你知道吗 小林 你听我解释 今天工临上加班了 近期正在干工程 所以我们工头让我留下去了 我这不还没来的一换衣服 就赶快来 见你了 我真不知道 当初我是瞎了眼了 你怎么的 怎么相助你这么个农民工啊 你看看你那穷酸那样 对了 我今天来是给你商店家事的 小林 先别说了 我带你去吃饭 你看都这么晚了 我都还没吃饭呢 吃什么饭呀 吃饭 我都快饿死了 你带我吃什么饭 要不还是去你喜欢吃的那家牛肉面吧 怎么样 牛肉面 你就不能换点别的吗 一年到头都是牛肉面 牛肉面 那 告诉你 我已经都吃腻了 那旁边有一家盖家饭 我们去吃吧 盖家饭 就那十几块钱的饭 真的是 我真的是跟你过了各种各样的苦日子 小林 实在抱歉 行了 饭我也不吃了 我今天来呢 是跟你商量彩礼的事 之前我妈不是跟你说彩礼要十万吗 现在呀 十万不行了 啊 那有多少 两万 两万 哈 两万 洪湘蓉 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我白小林在你心里就值两万块钱吗 还两万 两万你跟谁结婚啊 打发叫花子呢 二十万 我没那么多钱 没那么多钱 你不去借啊 你还想不想跟我结婚呢你 我上哪去借啊 我家里面也没钱啊 黄小蓉 我告诉你吧 你能和我结婚 算你高攀了 现在 让你拿二十万踩你 你怎么 你还不愿意拿了 不是啊 小林 你听我说 我在工程上干活 已经有半年没发工资了 我实在是拿不出来的 我就问你 你这钱能不能拿出来 我拿不出来 我爸妈他们还有事 什么拿不出来 混乡中你给我滚过来 小林 你到底想不想跟我结婚呢你 我告诉你 你跟我白小林结婚 是你的荣幸 小林 你到底是图钱 还是图我这个人 你怎么要那么多彩点 图钱 还是图你这个人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农民工 我根本就看不上眼 行 既然这二十万你不愿意拿 那就分手啊 这婚啊咱们也别结了 小林 咱们在一起都三年多了 就为了二十万 你就要跟我分手吗 三年又怎么了 我告诉你 我白小林只认钱 哼 我再问你一遍 这二十万你拿不拿 钱我是拿不出手 小林 你就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让我凑齐这二十万 哼 给你个屁的时间啊 穷光淡一个 白白浪费了我三年的青春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呢 小林 你说你爱我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哼 我爱你什么呀 没钱人过日子吗 你个穷鬼 小林 滚开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哎哟 童小荣啊 哟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白小林啊 我看你今天 还专门打扮了一番 穿的 人模人样的 你之前 不老爱穿你那身农民工的衣服吗 现在 也知道好好打扮了呀 以前啊 那也是因为工作需要 所以啊 穿上那些农民工的衣服 不过啊 我现在已经不做那些了 哟 不做农民工 你还能做什么呀 就你那点出息 哼 带你所思 自己做点小生意 哼 小生意 童香荣 你就别给我装了 就你 能有什么本事啊 哼 还好啊 我当年有远见 跟你分了手 要不然 我这辈子可就苦咯 哎 小林 我不明白的就是 你怎么总是用老眼光来看呢 什么老眼光 你穷就是穷 还说这些话 这么多年不见 你还是那么败金 一副失灵眼的样子 谁不爱钱啊 每个人都爱钱啊 好 那这么说 你现在过得还算成功 还行吧 一般一般 反正啊 比你强 你每天这么说的 你不嫌累吗 累什么累 我过得挺好的呀 董事长 董事长 那个合筑山那边 要您过去 要 还董事长 也信了吧 你俩 你先去那边等我一下 行 那我先走了 董事长 走我给你洗手 哎 小姑娘 怎么了 你给她当群演 她给你多少钱啊 董事长 这是谁啊 我不认识她 我们走吧 说清楚啊 戏还没演完呢 走什么走啊 嘿 她是董事长啊 这人你认识啊 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 她是我前女友 前女友 只怪我 眼光太差了 行了小姑娘 我现在已经开了自己的公司 我们就到这里吧 什么公司呀 给我说了 我听听 什么公司 就是我们这最大的地产公司 彭氏集团 董事长 我们赶紧过去吧 嗯 阿蓉 你先别走 那个有名的彭氏集团 是你开的呀 是吧 哎呦 这几年没见 你这么厉害了 哎呦 阿蓉 阿蓉 你不知道 我这几年 心里啊 一直都念着你呢 念你啊 想你想的 睡不着觉呢 行了行了 你离我远一点 哎呦 你让我去哪啊 白晓妮啊白晓妮啊 你看看你自己 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你以前是多么善良的小姑娘 可是你看你现在 真没想到 阿蓉 你听我说 唉 你看你啊 对我也有感情 我对你啊 也是特别喜欢 三点复合吧 阿蓉 白晓妮 你误会了 我对你啊 没有任何感情了 怎么可能 阿蓉 你最爱的是我啊 你放开我 阿蓉 这件是我错了 你拦着她 哎 阿蓉 哎 这件是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哎你干什么呢 阿蓉 哼 阿蓉